一个邻居80次报警,无数次尖叫声,四只尸体,五个人质,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变态杀人魔的快乐小屋。 他把自己的院子布满带瓷铁丝,安装警报器骚扰邻居,在黑夜里四处游荡吓唬居民。 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,可有时候知人心难测的程度简直能让人惊掉下巴。 咱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,那可真是让人见识到了啥叫恶魔在人间。 案件的主角罗素泰利斯,这家伙就是个如假包换的魔鬼邻居,妥妥的一颗不定时炸弹。 咱先说说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这地,那的居民为了防着这个奇葩邻居,报警次数都超过80回了。 这罗素泰利斯的故事,那可真是让人见识到啥叫奇葩中的战斗戟。 1987年,有一位名叫特里的年轻小护士,在工作的时候与罗素泰利斯不期而遇。 这家伙当时是个病人,跑到诊所办公室询问如何去除纹身,不得不说,这家伙的外貌那是相当有吸引力。 双手漂亮得很,保养得极为精细,发型也是整得一丝不苟,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爆棚的自行气息。 罗素这个人不但长得帅,还特别会聊不人心。 在特里的办公室呢,会夸赞他的话语比他过去一年听到的都多。 临走的时候,这家伙竟然厚着脸皮索要人家的电话号码,还说万一特里同意跟他约会呢? 特里这个单纯的姑娘,小脸一下子就哄了,在纸上写下的那个充满期待的数字。 可他哪里知道,这张纸之后会将他的人生搅得一塌糊涂。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,罗素装得如同绅士一般,把特里迷得晕头转向,又是送花,又是为他开门,那表现简直就跟标准的好男一模一样。 对别人来说,这些可能不算什么稀奇事,但对特里来说,这些小举动就如同盛大的仪式一般。 他以前哪享受过这样的待遇,被人放在第一位,还被夸赞漂亮。 就这么一次约会,他就觉得自己特别得不得了,说不定这辈子都没这么特别过。 放松下来的特里,脑袋里开始憧憬着和罗素的未来美好生活。 特里还跟他分享了自己的情况,他小时候过得可不怎么样,精灭了许多事情。 现在看着对面这个魅力十足的男人,他都把他想象成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了, 觉得他是来保护自己的,能把他带到他的城堡,让他体会到什么是真爱。 然而这世界上哪有完美的人呢? 没过多久,特里就见识到了罗素的另一面。 这家伙好逗得很脾气暴躁的就像个火药桶。 有天晚上,这两人早期约会的时候,在街上溜达,路过两个男人, 对着特里开了几句轻松的小玩笑。 特里还想着他的骑士能有点啥反应呢? 哪怕是让他们闭嘴,或者最次也抓住他们衣领警告一下。 可没想到,罗素这家伙直接转过身握紧拳头, 一拳就把开玩笑的人给干趴下了。 然后又把矛头指向第二个人,还问人家是不是也想被打云。 特里背着残暴的场面吓得不轻,可他还自己骗自己, 觉得罗素是在保护他,保护他心爱的女朋友。 特里就这么成功地把自己给说服了。 这被迷得晕头转向的傻姑娘,心里的警报愣是没响, 日子啰嗦才几个月,这家伙就窜多特里把关系深深温, 像夫妻一样过日子,还让他搬建他的房子。 特里这傻姑娘虽然心里有点犯嘀咕, 但也没听自己内心的声音,就这么顺着男朋友的要求做了。 这第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就是, 这男的非得让特里时时刻刻跟他粘在一起。 一开始,他想跟家人朋友互动的时候,他就不高兴。 后来干脆接电话就跟人说特里不在家, 可特里明明就坐在旁边呢。 等女孩的亲戚终于见到他这位异中人的时候, 根本没留下上好印象。 特里嘴里说的和他们看到的完全不一样, 他们一开始就觉得这男的有点不对劲。 罗素自己对女朋友的家人也不感兴趣, 这见面的场面那叫一个尴尬,充满了相互的厌恶。 可在特里眼里,这就是他的男人, 是命运送来的他的选择。 他还计划跟罗素一起创造未来呢。 再说了,他跟家人的关系也不咋地, 所以家人的意见对他来说也不重要。 特里就这么按照基本利益把罗素介绍给了家人, 然后呢,他就打算自己解决问题。 特里现在住进了罗素的屋檐下, 没多久, 这家伙就成功地在他和他的亲戚朋友之间弄出了一道大鸿沟。 把女朋友跟所有人都隔开了之后, 他就开始逼特里结婚。 罗素第一次提着谁的时候, 特里对结婚可没啥兴趣, 他觉得应该再等等就进展也太快了。 可没多久, 这傻不样发现自己怀孕了, 还觉得这是上天底的信号。 他们结婚的时候, 特里的亲人一个都没来, 这可不是因为亲戚朋友不支持他们结婚, 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特里要结婚。 那时候罗素直接禁止新娘跟他以前的人联系。 对特里来说, 这没有家人参加的婚礼就成了他走向地狱的第一步。 可穿的白色婚纱跟新郎手玩手站着的时候, 他还啥都不知道。 特里和罗素不久后就生了个女宝宝, 新妈妈一门心思都在照顾小婴儿, 都没注意到周围发生的那些奇怪事。 特里最先发现的就是罗素开始偷东西, 先是他的戒指没了, 戒指钻石耳环也不见了。 最让他心疼的是, 他爸妈在他16岁生日送他的那条新型项链。 那项链可有纪念价值呢, 可罗素根本不在乎。 他把这些珠宝都给点当了, 把钱花在买非法物品上。 特里知道罗素上以后, 想送他去康复中心, 可罗素死乎不去。 特里没办法, 只好下了最后通牒, 要么戒毒, 要么就憋过。 可罗素难能听, 直接就炸了, 冲特里喊, 让他闭嘴, 说自己的事跟他没关系, 他没全力管。 为了让特里记住, 罗素还掐着他脖子把他提起来, 特里直接就昏过去了。 等特里醒过来, 发现自己躺在地上, 罗素站在旁边一点悔意都没有。 这下特里可吓坏了, 当天晚上等罗素睡着, 他就收拾东西, 带着女儿跑回父母家。 结果父母不但不支持他, 还说他当初不听劝, 现在才知道后悔。 特里没办法, 又回到了罗素身边。 回到罗素身边后, 日子更不好过了, 罗素经常晚上出去, 有时候两三天都不回来。 特里也不知道他干啥去了, 就不敢问。 有一天, 特里接到警察电话, 说罗素因为骚扰被抓了。 原来是罗素骚扰提供特殊服务的女孩。 特里去接罗素的时候, 罗素还不承认, 说警察冤枉他。 可后来这样的事又发生了好几次, 特里都懒得听他解释。 后来特里又怀孕了, 生了个儿子。 罗素一开始还高兴一阵, 但很快就怀疑儿子不是他的, 非说是特里和他老板的, 这也太离谱了。 特里根本和老板没啥特殊关系, 可罗素不听, 还威胁特里说他要是敢离开, 就把他找回来, 因为他是自己的财产。 罗素还经常拿家里的枪威胁特里, 有一次还拿把猎刀比划, 说是叫特里保护自己和孩子, 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就是威胁。 就这样特里和两个孩子在这个恶魔身边又过了好几年。 有一天, 罗素因为持有非法物品被抓了, 这次关的时间比一千长遍, 特里趁机带着孩子搬到了一个依居式的小公寓, 他可害怕罗素出来找他尽量少出门, 可没想到罗素还真给他留了封信, 威胁他, 说要把孩子抢走, 还要找他麻烦。 特里想跑又没钱, 正犯愁了, 还好罗素也被抓了, 而且这次关好几年。 特里赶紧找律师准备离婚文件。 等罗素从监狱出来的时候, 特里已经搬到一个安静的社区, 住上了好房子。 罗素找不到他们娘仨, 就去特里父亲家。 特里父亲当然不会告诉他特里在哪, 还让他离自己女儿远点。 罗素没办法, 就开始跟岳父道歉, 哭着说自己知道错了, 后悔了, 还想孩子和老婆。 隔岳父根本不吃他这一套。 特里听了父亲的话, 更小心了, 出去的时候总是动张希望的。 有一天, 特里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。 他看到罗素开车停在门口, 特里赶紧跑到后院, 拉着儿子躲起来。 还好女儿大了没跟他们在一起, 罗素也没下车, 没进屋, 就这么开走了。 好像就是想让特里知道他找到他了。 从那以后, 特里一直提心吊胆的, 可几个月过去了, 几年也过去了, 拉塞尔没出现也没消息。 最后, 特里又放松警惕了, 他和孩子们也没出啥事。 后来特里才知道为啥罗素不来找他们了。 原来这家伙因为绑架, 谋杀和肢解被抓了。 电台里说, 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, 55岁的罗素塔利斯被抓了, 30岁的约翰尼钢色的尸体, 被发现埋在他的移动房屋后院。 据法医说, 受害者是被一个纵盾起, 可能是锤子, 打了至少五下。 在对这个地方进行三天的搜查后, 发现了四个不同的埋葬地点。 特里一开始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 还打电话让朋友看电视确认一下, 结果发现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 后来罗素塔利斯自己承认, 他还有五个女人被他当人质当奴隶, 满足他的变态欲望。 这家伙还说自己的家就是个恐怖屋, 详细描述了他的罪行, 除了他自己对这些女人施暴, 他还让朋友来收他们的钱, 让他们也为所欲为。 那这个罗素塔利斯到底是个啥人呢? 他咋就变成这么个变态恶魔了呢? 罗素大为塔利斯出生于1961年4月22日, 小时候他和哥哥克劳德还有父母一起住在那个后来的恐怖屋里。 他怕克劳德老爹是个起重机操作员, 还参与了老迪士尼游乐园的初期建设。 可这家伙是个求鬼, 喝多了不但对老婆施暴, 还猥胁自己的儿子。 罗素的妈妈知道老公对儿子们干的这些坏事后, 为了保护孩子, 就把俩儿子送到后院的拖车里住, 还不让他们给爸爸开门, 也不让他们进屋里。 马基泰里斯, 也就是罗素和克劳德的妈妈, 被认为是个好女人, 可他老公就是个混蛋, 邻居们怕这个男人, 就像以后怕他儿子一样。 罗素长大后, 因为从来没见过正常的生活, 就开始小头小摸, 还碰非法物品。 他上了个专门给问题青少年的学校, 看看他这童年, 他根本就没机会变成正常人。 不过呢, 在妈妈的帮助下, 罗素还是克服了对置换药物的上意, 搬到了加利福尼亚, 想开始新的生活。 在那, 他遇到了一个16岁的女孩, 香龙布林克利, 比他小三岁。 这俩年轻人在社会保障办公室的一个派对上认识了, 很快就好上了。 不到一年, 香龙就怀孕生了个儿子, 可没多久, 他就觉得罗素有时候有点不正常。 原来这小子自己做快乐玩, 还自己试药? 香龙和罗素没在一起多久, 知道了这些非法物品的时候, 就带着儿子走了。 香龙怕儿子以后变成他爸那样, 罗素没办法, 就又回到了佛罗里达州北部, 跟父母和哥哥住在杰克逊维尔。 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找了个普通工人的活, 还能租个自己的地方, 正是在这段时间, 他遇到了特里。 有一天晚上, 罗素在周际公路上开车, 确定当一回好人, 烧一个车坏了的女人。 他本来应该带人家去最近的加油站, 可他却把人家带到了他工作的建筑工地, 然后就袭击了人家。 就像我们知道的那个女人逃走了, 罗素就因为这个事只得了个缓刑, 可这惩罚根本没吓着他, 他还继续犯罪。 1993年, 他因为入室盗窃在监狱里待了一小段时间, 最后将近一年, 警察都找不到他, 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, 让人完全摸不着他的踪迹。 后来他又因为入室盗窃和偷车被判了五年, 这家伙在监狱里还续法律文本呢, 显然是想以后用这些知识逃避惩罚。 2006年3月, 罗素被放出来了, 他又烧了一个14岁的女孩, 这女孩搓过了校车正往家走呢, 他把人家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, 打了人家还让人家脱衣服, 这女学生吓坏了, 没办法就说自己是新工作者, 不用强迫她愿意干啥就干啥。 逃出来后, 女孩就报了警, 警察画了个素描, 还拿到了罪犯的DNA样本, 可两年后才找到罗素。 罗素不承认绑架, 说自己以为是个妓女, 不知道她会成年, 就因为这个, 她又被判了四年。 放出来后, 罗素回去照顾她妈妈, 她妈妈得了绝症, 还和那个霸道残人的老公离了婚, 不过还住在一起。 罗素自己那时候也离婚了, 看起来照顾妈妈, 让她暂时没去找前妻麻烦。 老爹那时候部分瘫痪了, 但这也没减少她的恶意, 反而更厉害了。 罗素现在回到家, 特别恨她爸, 作为一个成年人, 她想为自己的童年报仇。 邻居们经常听到泰里斯家传来父子俩的大声争吵和大斗声, 尽管父亲残疾了, 但他还是很容易就能拿到武器或刀, 罗素也不示弱, 这种家庭内部的行为让母亲马基的身体更差了。 2012年, 他去世了, 小年69岁, 他把房子留给了儿子罗素, 罗素就把他那残疾的老父亲给赶出车。 从那时候起, 这个不起眼的房子就慢慢变成了一个恐怖屋。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, 警察被叫来80多次, 邻居们都躲着罗素的房子, 他们经常听到房子里有机械在运作, 还时不时地听到尖叫声。 经常有女人来, 有些待一会儿就走了, 有些就再也没出现过。 有时候罗素的客人会跳过篱笆逃跑, 还会敲邻居的门求救。 邻居们怕死罗素了, 都活在恐惧中。 一些人甚至向法院申请保护令, 就想离这个奇怪的人远点, 因为他威胁要杀死他们, 还说要把他们埋在自己的院子里。 同时, 郊区的居民注意到这个房子的院子里出现了新的建筑, 房子也老化破旧了, 周围开始变成垃圾堆, 堆满了垃圾, 旧的坏设备, 汽车零件和各种没用的垃圾, 邻居们试着联系当地政府。 结果, 城市建筑检察员强迫罗素拆掉了一个非法建筑, 但也就这样了, 为了不让人窥探, 他在房子前面竖起了一个高高的围栏, 还装了带挂锁的大门。 后来, 他还在一些建筑上盖了防水布, 遮住里面的活动。 罗素对邻居们很不满, 开始让他们的生活也不好过。 他在自己的房子上装了个警报器, 一到晚上就隔一会儿想一次。 早上的时候, 居民们都受不了了, 就报警。 可罗素总能把东西都拆掉, 然后消失。 巡逻的警察会敲门, 写报告, 但也没结果就走了。 然后, 罗素又在他的房子上装了很亮的泛光灯, 晚上就照进邻居的窗户里, 让他们睡不着觉。 他玩腻了这个, 就会在黑暗里在小区里溜达, 吓唬当地居民, 他会冲他们喊脏话, 侮辱他们。 因为警察对罗素也没办法, 他就更嚣张了。 直到限制令后, 罗素更生气了, 还威胁邻居说他拥有这个地方, 想干啥就干啥。 后来因为跟踪邻居, 罗素被关了一个星期, 可这也没吓住他, 他又开始用同样的招数开始投诉当地居民, 说他们骚扰自己。 虽然法庭驳回了所有的投诉, 因为罗素根本就不出庭。 在那次以后, 邻居们都尽量避免碰到他, 以防又引起新的投诉。 就算是扔拉街或者出去拿报纸, 人们也总是小心翼翼地四处看看。 从1994年到2012年, 罗素泰利斯因为九种不同的形式犯罪被指控, 还在州监狱里待了四次, 指控包括拉皮条, 入室盗窃, 月带, 绑架, 袭击和斗殴。 可见于生活根本下不住这个人, 他还想尽办法让别人的生活也跟他一样痛苦。 2014年, 罗斯泰利斯又因为跟踪和威胁行为, 被邻居下了限制令, 因为不遵守限制, 令他在2015年2月20日被抓了, 关了七天。 2015年5月28日, 午夜刚过, 杰克逊维尔的警察来到罗素的房子, 调执行两张未执行的逮捕令。 警察当天早些时候就来过, 想根据逮捕令抓罗素, 可他跑了, 所以现在他们晚上回来, 想把他骗出房子, 然后抓住他。 警察在一个空地上埋伏着, 观察着那个破旧的移动房屋。 一个警察开始往罗素的屋顶上扔石头, 想把他逼出来, 然后来个突然袭击。 过了一会儿, 警察看到一个运动传染器的灯闪了, 罗素正穿过邻居的院子跑, 还想再逃跑一次, 警察追上去, 接断了他的路。 可这家伙拿出两把刀, 不让警察靠近, 然后突然又改变方向跑了。 警察们在院子里追罗素, 可很快就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。 原来罗素在房子周围设了陷阱, 防止他的俘虏逃跑。 院子里到处都是带刀片的, 和有突出钉子的木板。 罗素知道地上有这些尖锐的东西, 所以不敢冒险进后院。 结果就被追来的警察抓住了, 还把他送进了监狱。 此外, 罗素还被指控严重袭击执法人员拒捕和殴打。 罗素后来还为自己辩解呢, 说自己因为太黑, 没看清楚是警察在追他。 还以为是坏人在扔石头, 想打破他的窗户进他的房子呢, 所以自己很害怕就想跑。 罗素被抓后, 他的邻居们可高兴了。 后来罗素的罪行才慢慢被揭露。 当罗素的育友萨米·艾文斯告诉当局, 罗素承认杀了一个女人, 还肢解了他, 把他埋在了自己的院子里。 这个女人叫约翰·尼林钢瑟, 他在寄养家庭长大, 后来为了买非法毒品, 就开始出卖自己的身体。 在有条件的要求下, 萨米·艾文斯同意带着窃听器, 再和罗素聊一次, 这样侦探们就能收集更多的信息。 在录音里, 罗素描述了把女人用链子拴起来, 还让别人跟他们发生关系来赚钱。 他哥哥克劳德就是来满足自己欲望的人之一, 约翰·尼林就是被囚禁的女人之一。 可当约翰·尼林知道了克劳德是谁后, 兄弟俩就决定把他除掉, 免得以后有麻烦。 据罗素说, 这是他哥哥的主意, 但克劳德下不了手, 所以这事就落到罗素头上。 是他打了约翰·尼林, 导致了他的死亡, 然后兄弟俩把他的尸体肢解埋了。 后来的调查发现了埋在陷阱下面的腐烂的尸体。 受害者确实是约翰·尼林钢塞, 2016年是2月8日, 罗素被指控谋杀, 绑架和人口贩卖。 罗素的审判开始后, 他声称自己的公词都是瞎编的, 他说这么做只是想被看死刑, 那时候他很沮丧, 还试图自杀但没成功。 所以才和萨米·艾文斯就想出了这个计划。 萨米面临的是终身监禁, 罗素答应帮他减刑, 所以才有了后面的录音。 罗素跟萨米保证说, 自己在监狱里把法律都研究透了,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过得贫好, 不想在监狱里度过余生, 所以才想出这么个绝妙的计划, 检察官们可不会被他这一套说辞给忽悠了。 他们开始仔细审查证据, 一点一点地揭开这个变态恶魔的真面目, 他们深挖罗素的过去, 从他小时候的悲惨经历, 到长大后的一系列犯罪行为, 试图找出他变成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人的原因。 而托里呢, 在得知罗素的这些罪行后, 心里那叫一个后怕, 他庆幸自己早早地逃离了这个恶魔, 也感谢上帝让他没有落得和那些可怜的女人一样的下场。 他开始反思自己当初为什么会被罗素的外表和花言巧语所迷惑, 为什么没有早点看清他的真面目。 特里无奈地摇摇头说, 女人有时候就是太感性, 被那一点点的温柔和浪漫冲昏了头脑, 就忘了去看清一个人的本质。 与此同时, 邻居们也终于松了一口气, 他们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生活, 不用担心随时会被罗素骚扰或者威胁, 他们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, 努力忘掉那些可怕的回忆。 可罗素的审判过程却异常漫长, 他一会这样说, 一会那样说, 试图混淆试听, 但检察官们毫不松懈, 他们把证据一件一件地摆在陪审团面前, 让他们看清罗素的罪行有多么严重。 经过漫长的等待, 陪审团终于做出了裁决, 虽然他们没有认定罗素犯有人口犯卖罪, 因为确实缺乏确凿的证据, 但他还是因为绑架和谋杀约翰尼刚瑟, 被判处了两个无期徒刑。 外加三十年的虐待尸体罪, 这个判决一出, 整个社区都沸腾了, 大家都觉得这是正义的胜利, 这个恶魔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 而罗素呢, 他还在那里叫嚣着自己是无故的, 说这一切都是陷害。 在法庭外, 一个邻居讽刺地说道, 他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, 都到这时候了还在嘴硬, 但不管罗素怎么喊, 也改变不了他的命运了。 探觉后, 他被押往监狱, 开始了他漫长的服刑生涯。 从外表光鲜的好男友, 到穷凶极恶的连环杀手, 罗素泰丽丝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什么叫人不可貌相。 这个人渣虽然最后被判了两个无期, 但这远远不够, 把他碎尸万段都难消心头之恨。 那么问题矮了, 如果你的邻居这样骚扰你, 你会怎么做呢?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看似完美实则阴暗的另一半, 你会做何选择呢? 像特里一样果断逃离, 还是选择期许沉沦?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, 分享你的看法。 别忘了订阅鼠哥的频道点赞, 并分享本视频。 好了, 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, 记得照顾好自己, 远离那些可能让你陷入麻烦的人和事。 爱你们, 我们下期再见。